2023年全球的日子都不会好过 经济衰退已经是个板上钉钉的事情 所以大部分的企业都在勒紧裤腰带 等着抖腿波动 但要说难 咱们隔壁的日本会更难 因为经过疫情和能源危机的几轮暴击 未来的小日子恐怕会有崩盘的风险 根据高盛的预测 2023年日本的经济依然拉垮 GDP的增长率大概率不会超过1.3% 略低于2022年1.5%的增长 2030年必然被印度超越 另外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推算 大概在2027年左右 日本的人均GDP可能会被韩国超越 这还是统计部门小心翼翼公布出来的结果 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时间也会大大提前 可以说如今的日本 已经不是90年代的那个 制造大国的代名词 它在高端产业上被美国锁死 终端制造业又被中国和韩国为对堵截 未来沦为发展中国家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那咱们就先送出第一个问题 日本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个岛国 除了地震海啸比较丰富 其他资源是相当的匮乏 90%的能源消耗都要靠进口 但自从经济泡沫破灭以来 日本的经济增长长期做归宿运动 国内的消费需求也是跟着一路萎靡 所以日本经济的发展路径就是大量进口原材料 然后加工成工业产品 再出口专外汇 也就是需求和出口都在海外 国内经济是一潭似水 但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玩法的底层逻辑 就是你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 出口赚到的外汇 必须大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 再不计也要保持一个收支平衡的水平 因为一旦出现外贸逆差 这就说明你在赔本涮腰喝 短期忍一忍也有过去了 但如果长期持续下去 那国家经济是要出大问题的 日本经济的问题就出现在进出口贸易上 众所周知 2022年是全球化被打的最惨的一年 疫情在叠加格物冲突 全球供应链遭到了驱打影响 先是石油天然气应声暴涨 接着是粮食和大宗商品的价格 也跟着一路狂奔 欧洲哪边直接就贵了 用电成本飙升 直接造成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老百姓受不了就上街打卡 企业扛不住就干脆跑到了海外 虽然日本的老百姓表现的一如既往的稳定 但政府不玩明显已经坐不住了 因为日本的工业生产完全依靠进口原材料 一旦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就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 所以日本一方面需要拿出更多的外汇进口原材料 而另一方面 还要承受企业成本的增加 出口产品也失去了竞争优势 从数据上看 2022年1到11月 日本全年都在做着赔本买卖 贸易逆差总额达到了1403.85亿美元 如果再把2021年的情况算上 日本的外贸生意已经出现了16连贵 也就是连续16个月都在忍受贸易逆差 更麻烦的是 本来日本经济就已经喘不上气了 但又恰如其分的赶上了美元加息 虽然美联储每次加息的幅度不大 但也一口气廉价了6次 美债的收益率也持续拉升 为了阻止美国人割韭菜 其他国家的央行 几乎都在跟进美联储加息的节奏 只有日本是个另类 他们仍在坚持自己的超货币宽松政策 也就是在美元升值的时候 自己的货币还在继续扁 这个时候 日元作为全球仅有的便宜货币 自然就被国际玩家给盯上了 他们从日本银行借出几乎没什么利息的日元 然后换成美元 全部拿去购买美债 等于躺赚美元和日元的利息差 于是散户们也跟风抛售日元 直接导致日元是一扁再扁 日债和美债的利差也越拉越大 2022年年初的时候 美元兑日元的汇率还是1比115 可到了9月 日元汇率就跌到了150点左右 累计贬值幅度超过了20% 老百姓的工资收入严重缩水 差不多回到了30年前的水平 而日本企业就更惨了 由于日元大幅贬值 进口的原材料成本也跟着加大 比如以美元计价的原油期货 比去年年底上涨了13% 但以日元计价的话 涨幅却达到了33% 一来一回日本是血亏 更为尴尬的是 原以为日元贬值可以刺激贸易出口 但实际情况却是 日本的贸易基本上是 进口原材料身家工为主 所以也并没有减换逆差 而且还在8月份的时候 创下了33年以来的逆差记录 日本的出口额虽然易度上升 但始终追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 结果一年干下来 进口总额居然暴涨了近50% 等于干的越多赔的越多 这就是个反复循环的经济怪圈 由于日本创下了一个逆差记录 所以大家普遍不太看好它的经济前景 做空日元也又成了一个 稳赚不赔的买卖 同时一些日企只能把采购成本 转移到国内的产品价格上 这就让日本的通胀率 达到了90年以来的最高点 经济更是血涨加霜 咱们话说回来 日本搞成今天这个局面 除了外部影响外 更多的还是它畸形的产业结构 所造成的 大家都知道 自从8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后 日本的资产价格是一路暴跌 实体的净资产甚至一度跌成了负数 由于社会的债务压力太大 金融机构担心不良资产继续膨胀 干脆停止放贷 这又造成企业不敢扩张 家庭也不敢冲动消费 好不容易攒点钱都拿去还债了 结果消费需求不断萎缩 全民进入低欲望受贿 根据日本经济机构的报告 日本的社会财富 大多集中在老头老太太的手里 70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存款是2300万日元 而40岁以下的家庭 不仅没啥存款 还都背了一身的债 平均算下来 每个日本家庭大约背负了 640万日元的债务 日本现在的情况是 有钱人没啥消费欲望 有消费欲望的人却没啥钱 等于人生的两个终极遗憾 都在日本人的身上完美体现了 另外 广场协议签订后 日本丧失了发展高端制造业的机会 那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就只能跑到海外找出路 这对日本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除了国内的就业机会会大幅减少外 许多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工业产品 变成了部分甚至全部海外进口 反过来又加重了日本的贸易逆差 2012年安倍为了刺激日本的国内经济 搞了一个安倍经济学 大家听着挺玄乎 但实际上就是每年向市场增发2%的货币 以此来解决日本的通缩问题 10年搞下来 日本人的工资明义上涨了1.2% 但家庭的平均财富却缩水了3.5% 只有大约10%的富人 财富得到了明显增长 而日本的企业则利用日元的超低利率 大肆进行海外扩张 结果就把债务全部留在了国内 所以网上就有人说 日本本土常年装死 GDP增长30年来如一日 但人家的海外资产 可是一直在以两位数的速度不断增长 2021年的时候 日本海外的净资产达到了 411万亿日元 约合3万亿美元 差不多是一个印度的体量 但你知道日本国内的债务是多少吗 12.7万亿美元 2021年日本的GDP才不过4.9万亿美元 而债务总额是它的两倍还多 日本的负债率达到了257% 美国政府在它面前都是个弟弟 另外 日本政府为了支撑财政 就需要赚取更多的外汇 而赚取外汇的重要途径 就是不断加码海外资产的投入 所以肉眼能见的是 日本的海外资产是越做越大 而国内的债务也跟滚雪球似的 创下了一个天文数字 为了不被债务压垮 日本政府就必须维持超低利率 而超低利率又会造成持续的恶性通胀 这就是个送命题 日本政府怎么选都是个死 怎么办呢 结果人家两眼一闭 干脆两个都选了 所以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日本政府把他的国债收益率 从0.25%提升到了0.5% 翻了一倍 相当于一边放水一边加息 这么一来 日债收益率上来了 聪明的玩家又赶紧抛入美元换回日元 日元也跟着大幅升值 日本政府的这个操作 短期内可以解决贸易易差和通货膨胀的麻烦 但长期来看 属于杀敌1000自损800的被动技能 过去日本能够玩的转 主要是大家都在放水 你付利率我也付利率 谁也别想耗对方的羊毛 但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遇到了世纪大通胀 老百姓的耐收力又十分有限 时间长了 肯定要上街零元购打 美国政府可以不为经济负责 但必须要为选票负责 为了降低通胀 也只能再次举起加息大棒 只要通胀不停 那美元就会加息不止 更为关键的一点是 中国已经彻底放开 这就预示着 2023年中国的工厂要开租马力全面复工 原本回落的原材料价格只会再次上涨 全球的通胀问题 还是解决不了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美日欧三家还会连续加息 但最先扛不住的一定是日本 因为等到日债的收益率 上升到不可控制的范围时 国内的债务就会提前引爆 日本的经济也就玩不下去了 那有的朋友可能又会说了 日本可以用海外资产 来拯救国内经济啊 别做梦了 资本向来是哪角投票 哪里安全有利润 他们才会往哪里跑 一旦日本的经济崩塌 资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怎么去救它 而是赶紧把能卖的资产全部卖掉 让你加速崩盘 等到日本资产崩无可崩的时候 华尔街资本就会带着海量的钞票 疯狂抄底 然后再反哺美国的经济 等到美国吃饱喝足 满意的从日本身上爬起来的时候 美元加息的周期才会宣告结束 所以2023年 日本极有可能第一个崩盘 虽然不会一下子沦落到发展中国家 但怎么看 日本也很难挺过这个冬天了